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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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法研法會 已經我們已經期間了將近十幾年了 那在過去其實只有 我都沒有因緣可以來參加 那只能說隨喜 剛開始還是只是很羨慕別人可以隨喜 然後到後來就是比較有時間 那就會回來一天一天 但是時間一久還是覺得說這樣子還是不太夠 因為感覺上人家閉關的學員都非常非常發喜 所以我也想升起那種如果可以有一天 我也想要來閉關 那一直到去年了 剛好年假 年底了也必須把年假修完 那音樂也很好 結果剛好工作也可以排開 那我想這個機會非常難得 因為過去只能一天一天隨喜的話 畢竟還是像師傅說問導遊 可是那個問導遊感覺還不夠夠味 去年參加後段七天的閉關 我覺得那個法喜真的是沒有辦法形容 因為整個七天跟著整個大會的流程 從早課早上五點打板 到一直到晚上八點圓滿 其實一整天在這個法會現場 是非常非常的安定殊勝的 如果沒有過去一天一天的水洗 我想我不會升起那種想要閉關的心情 所以我還是鼓勵大家說 不管是一炷香或者是一瓶一瓶的共修 如果更是因緣具足的話 都應該來共修來閉關的 如果因緣更好的話 我還真希望我可以全程參加 我想有一天我一定可以 但是我想法師也提醒我們 師父也提醒我們 共修一瓶就有一瓶的功德 尤其是在這個年底時候 共修這個法言就是為我們做年底的祝福 這是我們說補孕 年底再補孕 大家當然一定要回來補孕 簽收福報的 這是我們一定要做的 所以真的是感恩 其實是感恩師父在這個年底 為我們舉辦這個法言法會 讓我們可以精進在這個時間 收拾自己補充未來更好的能量 為我們要做的 再烹曉了 成為我們做不見的 在此發生的一尊 起身心 與你繁瑤的人 真心的遊戲 非常的能 經過 revelation 過程 為我們簽罩 衛不絕